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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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跟長輩講 長輩就會抱著非常懷疑的態度說 他們以前一天只睡4個小時 連續工作25年 怎麼都不會有這種問題 因為細菌在被發現之前 你長輩的長輩的長輩還以為是 好了 總之我們要尊重長輩的提問 但你真的是無病生贏嗎? 還是你天生就是懶成這樣? 其實你的這種類可能沒有這麼簡單 美國國家科學院的報告指出 有多達91%的慢性疲勞患者都沒有被診斷出來 10歲到70歲都很有可能患病 平均患病年齡在33歲 我也快33歲了 女生比男生容易得到 如果長期有壓力的話也容易得到 慢性疲勞症候群是一種真的疾病 跟普通的你覺得很累不一樣 如果休息一下就好 那種就是普通疲勞 如果這種症狀持續超過6個月以上 你怎麼休息都沒有辦法回復精神 你就有可能有 關於慢性疲勞症候群 其實有一個講了全世界都會震驚了的故事 話說我只要看了文章有這種標題 我就會真的很震驚的不點下去看 《紐約時報》記者 Julie Remmeyer寫了一篇報導 揭露了有學者為了要發表論文 他們只挑選對自己有一個數據來支持他的假說 在2011年 極有影響力的The Lancet期刊 發表了一篇建議 慢性疲勞症候群患者做 健進式的運動 然後加上心理諮商來幫助回復 而這個建議也被一些德高望重的 Mayo Clinic Icer Permanente 將在工作的醫院奉為鬼孽 來輔導這些患者 聽起來也很正常 但因此延伸了很大的醜聞 就是那邊期刊上面說 患者做健進式運動和心理諮商 就有高達60%的恢復率 但調查人員重啟調查之後發現 只有20%的病患恢復 而那些能恢復的病患 就算不照他們的建議 有一半的人可以直接被治好 那些可憐的慢性疲療患者 因為權力的鬥爭 遵從指示 結果反而變得更累更虛弱 幾年之後 美國國家科學院報告就有指出 其實對慢性症候群的患者來講 勉強運動反而會讓患者更容易累垮 因為人們的不理解 我們會叫憂鬱症的人要想開一點 叫慢性疲療症候群的人出來運動 但無意之間 就會造成人家更大的困擾 多年來因為慢性疲療症候群 它的成因很複雜 不像是你看到哪邊流血 就知道哪裡有傷口 醫生即使有量表可以幫助判斷 但還是很難指出 你身體到底是哪個地方出了問題 所以以前的病人往往會被帶去說 心理層面或壓力太大而造成的 但其實這個病的名稱 一開始就取得有一點問題 所以病患很容易對自己的病 感到非常的困擾 因為當你跟其他人提到自己的疾病的時候 也容易被帶著異樣的眼光看待 痾...你好 我有慢性疲勞症候群 真的聽起來就像是 理由已經用盡 但又不想花太多力氣 跟老闆請假才編出來的一種病呢 如果真的想請假 不如就說自己感冒發燒 聽起來是不是可信度還要高一點 因為這一種其實是會動搖國本 非常需要被專注的疾病 不能就這麼兒戲 所以美國的 Institute of Medicine 決定推進一個更適合的病名 叫Systematic Exertion Intolerance Disease S.E.I.D. 來描繪這種 當你動用了你的肉體大腦 或者是有產生情緒 就可能讓你的不同器官惡化的疾病 非常饒舌 但很簡單的說就是 你只要眼睛睜開 做了什麼事 你身體的某個部分 就會不舒服的疾病 因為這個病的病因還沒有被定義 所以目前醫生也沒辦法告訴你說 百分之百 你是什麼東西讓你生病的 但專家們提出了一些理論 包含病毒傳染免疫系統的問題 細胞代謝異常 身體創傷 遺傳憂鬱症 或是環境中接觸到有毒的物質 科學家們也在努力研究 更精確容易檢查的方式 症狀看不見 沒有的測量 就很難有個踏實的應對對測 總之在科學更發達之前 你可以先參考以下這個量表 第一個 超過六個月因為太累 無法工作讀書社交和日常生活 第二個 勞動身體或運動之後 那個疲勞感超過24小時 就是過了一整天之後 你怎麼休息你還是覺得累 第三就是你怎麼睡都沒辦法恢復精神 如果你以上這三項都符合 那你就繼續往下 第一 如果你有認知障礙 比如說你記憶衰退啊 個性改變啊 心理能力衰退啊 判斷力減弱等等 第二種就是姿勢性低血壓 你站的時候血壓會驟降 躺的時候血壓又變正常 如果你這兩個符合其中一項 那你就真的盡快去就醫吧 就像剛剛報告所說的 有非常多隱形病患沒有被找出來 所以如果你生病了 不要再怪自己沒有意志力 因為這種病不是因為有意志力 你就可以治好的 而真的得到這種不好治的疾病 也是沒有辦法 所以就趕快想辦法去解決 怎麼恢復你的生活品質 如果大家能提高對慢性疲勞症候群 這個疾病的關注 就可以幫助找出隱形的病人 其實我最擔心的是小孩 報告上面寫說 10歲就有可能發作 那些小孩就會特別需要 教育系統的支持 還有 現在的社會很容易看表面就批評 你想想看如果你在很小的時候就生病了 然後大人不覺得你有病 一味的一直說你很懶 一直批評你 你就身不由己了 一路被罵懶散 沒一直力道長大 長大之後你會怎麼看待自己 你又怎麼能好好發揮呢 我相信大部分人 都沒有慢性疲勞症候群啦 但如果看到有人可能生病了 不要直接說說 欸他怎麼這個樣子 結論 暫停 多了解一下 多給點支持要關心 你物件就可能扭轉一個人的人生 好啦那今天就這樣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讚留言分享 如果還沒訂閱的話 請幫我訂閱一下喔 謝謝收看我們下次見 我剛剛頭又忘記要 下去了 我剛剛又是臉很大的拍完自己影片 但是我一點都不在乎 你會不在乎 還好 我還是不在乎